大家好 我是包文电鱼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频道 那么我们继续 黑暗灵魂3 黑暗之魂3 这个攻略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卡萨斯的地下墓地 怎么如何快速的通 快速的通 很短时间 好 这个地图其实很简单 出来之后往右走 左边不要管 往右走是一个捷径 一直往下跳 一直往下跳 看到了吗 一直往下跳 这样就到了 这个台阶 这个之前你要怎么转 费好多时间 打好多怪物才到的地点 其实很简单 到这跳几下就到了 这是一个隐藏的一个 我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想练机 如果大家想打这些骷髅兵 完完全全你们可以 我的只是快速通关 所以我就 你们要想找宝物的话 你们可以研究 我也都知道宝物在哪 但是我呢 就快速的过了 主要是给大家看 这个地图是什么样的 该怎么走 因为这里边迷宫啊 这个很很大 这个迷宫很大 所以有很多陷阱 这个地区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这是一个营火 大家在这个营火 休息 所以之后 这会有机关 这是一个大球滚 建议大家在这停一下 因为很有可能 你往外冲的话 不管你冲多快 很有可能就会被撵到 因为这个球还要滚回来 所以在这停一下 然后往前走 前面有老鼠 左拐 有一个敌人 我建议把这个敌人杀死 因为他会跟着你 他会跟着你 所以这就不能冲了 就把这个敌人杀死 这个老鼠也过来了 刚才应该解决到老鼠 事实上 刚才那个机关 那个滚的那个球 会杀死老鼠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没有杀老鼠 那个球没有滚到老鼠 所以比较麻烦 那么 大家可以从这走 出门左手 那个人站在的后边 有宝物 大家要想拿 尽管去拿 我就不在这 这个往那边走了 那么这个人 慢慢的小心的 从这边过 最好不要惊动他 好 这儿 看到这儿了吗 这儿原先 是一个铁栅了 我之前已经给打开了 你可以打开这里边 这是一个捷径 直接从 你的上一个营火 直接穿过来 大家看一看 出去 右手就是刚才 滚球的这地方 所以你刚才从滚球的地方 出来之后 可以直接 通这儿 只要你把这扇门 打开了 就是刚才那个 开关 打开就行 那么 前面会有 会比较 是个陷阱 因为这儿会出来 大量的骷髅兵 你要走这个桥 桥 他可能就会掉下去 所以 这个 他有很多骷髅兵 追你 所以我建议大家 走这条路 那么当然 这儿有NPC 这个NPC比较重要 就让一个骷髅兵 跟回来 跟NPC谈话 那么这个NPC 很重要 他会引发 第四种结局 所以 大家还是要跟他 多谈的话 那么从这儿跳下去 是一个石桥 那边是个木桥 那边是木桥 看到了吗 骷髅兵 大量骷髅兵 会顺着这儿过来 那么你把这个绳索砍断 然后这些骷髅兵 他就会掉下去 他就会直接摔死 他就过不来了 那么 这里边 这儿出现了一个梯子 你砍断桥之后 这儿出现一梯子 你可以顺着爬下去 那么往这边走 我这儿有一个火怪 那么 这儿 我们稍后再来 这儿 我们稍后再来 我们还是回去 直接去 打 这关的boss了 骷髅王 直接打骷髅王去 刚才那个地点 是通到另外一个地图的 那个地图不是非得要走的剧情 只是个隐藏剧情 你可以自己去玩 那么 稍后我们去那 那么先通关 先打骷髅王 那么往前走 就是boss了 往前走就是最终boss 就是骷髅王 不是最终boss 就是这关的 地下墓地的 boss 骷髅王 打骷髅王呢 我建议大家几点 我建议大家先打 因为骷髅王出来之后 他会有两只手 手上有戴手镯 我建议你 大家去打那个手镯 打他的左手 也就是玩家的 面对他的右手 记住啊 要这么打 因为他左手打掉之后 他的废血量是非常的大 好 黑暗之中往前走 拿到这个宝物 马上骷髅王就出现了 骷髅王就出现了 看到吗 这是他的右手 这是他的右手 我建议大家打他的左手 但是我现在呢 打他的右手 是给大家先展示一下 这两边的 这个 现在我去 我来打左手吧 先打左手 为什么 因为他右手呢 其实他右手会拿剑 但是 无所谓 但是我建议还是打左手 看到这手镯了吗 只打他的手镯 不要打他的 这个手指啊 这个 打他的手臂 手指 废血极少 你看到了吗 打掉他的手镯之后 他基本的血量 哗哗哗就往下下 他的小边也出来了 大家可以忽视他小边 小边其实攻击力不高 对你伤害不大 好 左手的手镯打掉了 你看他血一下下去 基本上四分之三 一下四分之三的血就没了 剩下你只要把他的 用手的手镯打掉了 就完了 他就完了 哎 哎呀 坏了坏了 其实大家啊 刚刚才呢 那个我疏忽的一点 就是他这个 物 毒物 大家要小心啊 不要靠太近 那毒物 可能会直接 叫你杀死 所以 咱们重新来一遍 那么还是打左手 把左手 那个 手镯 好 左手镯打掉 依然是四分之三的血 下去了 那么你现在再打他右手 右手的手镯 大家看他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要吐 这个毒物 大家赶紧往后撤 赶紧往后撤 撤到 场地的最后端 啊 他这毒物才不会过了 因为他毒物可能很致命 啊 可能就像我刚才是一不小心 前空进气 啊 满血也会死 所以大家这样 他这个一击毙啊 躲掉他的一击毙 他可能要召唤小兵 尽量召唤小兵之前 解决掉他 好 那么 那么这个boss就打掉了 boss就干掉他了 那么 这一关 就是这样 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通关 当然 这个地图里还有很多宝物 大家可以去 自己去 这个去找一下 那么这个迷宫比较复杂 所以我告的这个方法呢 是最快捷的 最快捷的通这关的方法 最快啊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啊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一直更新最新的游戏 不仅是黑暗灵魂3 也有其他的游戏 那么谢谢大家 这个支持 希望大家都订阅 啊 有什么意见 也在我的频道上留言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